大家好,我是卡路斯 最近在很多場合都不若如同有些老師 跟卡路斯講起有關工場設置的問題 老師處理工具和機器的問題 令我不其言回憶起十多年前 教設計與科技的時候 學到知識和得到的經驗 我自己很快都會重復這科的教學 所以為大家在這裡整理一些實用的知識和教廠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是一種工場必備的機器 這種機器就叫車床 在工場裡面很有趣 很多機器都叫什麼床不床 鋸東西的機器就是鋸床 鑊東西的機器就叫鑊床 鑽孔的機器就叫鑽床 什麼叫車床 車床就是車床的機器 首先什麼叫車 車床 鑽上去叫車 或者駕駛叫車 原來車字不是這個意思 車字在英文叫Lasing 車用的機器就叫Lase 或者叫Lasing Machine 而其實它的原理就是一件工件 沿著一個軸心在旋轉 然後我們再下刀去切割 所以施工的效果就由於 你在CAT軟件裡面做Revolving 這種Lase 在設計科技的工場裡面 有分金工和木工 當然 現在市民體也有一些 自動操作的車床 其實它就是加了一個設計 金工的設備會精密很多 在我年輕時經常都用 將銅、鋁、鐵、金屬 車成圓柱形 或者剛才所說的Revolving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甚至最厲害的是 車螺絲啞 左啞、右啞都可以 金工車床的操作 需要精密的計算 以及精細的走手控制 但是在木工車床 需要一些藝術的感覺 我們不需要這個 駕駛的手藝 因為一般做木工車仔 都是做一些柱、燈座、裝飾性 用一個杯、碗、碗 甚至一支木製的筆 所以要求的是 一些大刀闊闊的手藝操作 要膽大心細 由於現在我身處的 就不是一個標準設計科技工場 所以我手上 只是有我背後這部 小型的木工車床 但木工車床 大大小小都是這樣操作 所以在這裏先和大家解釋一下 木工車床的幾個主要部件 首先它和普通的機器一樣 綠色鍵是開機的 但要緊急停機 就不用開蓋 就這樣拍下去 紅鍵就會關機 現在我們一齊來看一下 車頭 由於我之前是車的木筆 所以我安裝了一個四範的搓頭 適合四方或者圓柱體的木料 如果換上這塊安裝板 可以在四口螺絲裡面 安裝一塊大的木料 車碗或者底座都非常適合 其實我在購買這部車床的時候 還靜靜地買了夾頭套裝 這裡有很多夾頭 我都未用過 可以將不同大小 不同形狀的木料 安裝在車頭上 進行木工車制 然後我們要講一下尾座 如果車的木料比較長的話 我們就要用尾座 尾座的軸心 可以裝上這些中心 而這個就叫做旋轉中心 revolving center 板動這個板走 就可以鬆開尾座 向前向後 夾緊木料 而尾座後面走手 就可以微調中心的前後 最後就是說刀架 木工車床的刀架 就真的沒有金工車床這麼精密 用兩個走手輪來控制 但是星座自由到大 打橫打斜 上下左右都可以調教 好了 最後就來看看切割的刀具 木工車床所用的刀具 並非夾在工具架上 相反 要用手拿著來操作 不用怕 只要你拿得夠穩固 一樣是很安全的 這類半圓形的斜刀 就用來切割的 有大中小的三款 而斜口的刀 可以用來切割 切割的時候 就這樣開發 但是轉用另外一個 就可以作為刮刀用 這種斜刀 也是有大小兩把 然後這兩把都是刮刀 一把是半圓頭的 適合加工一些內粒的圓位 這把就是V型的刮刀 適合做尖的粒位 而最後這把 我們就叫做PARTING 2 就是在完成了工件之後 將工件切蓋出來的工具 好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我們用這個四範錫頭 夾著一條紅毯木芳 在扭錫頭 就要用到這條鞋 跟安裝鑽嘴道理一樣 要夾工件夾得緊 每一個洞都要扭緊 啟動一下車床 你就會知道你夾得緊不緊 為了進行車仔 我們要調整一下工具架 進來工件裡 第一 要工具架 不要撞到錫頭 第二 就要把工具架的高矮 調到適當的位置 至於什麼位置適當呢 就要看你用什麼刀具 如果你是用切刀的話 那工具架就要調到 比它的軸心是低一點 因為你的刀有厚度 你站低一點 放在刀上去 才會剛好切到木料 我們轉角度 看看怎樣切割 而拿刀的技術就是在這裡 你要控制刀的角度 令刀口剛剛可以切割到 高速旋轉的木材 找到位置之後 就一層一層地 從左邊到右邊 打橫切割 就可以將方柱 車成圓柱 好 現在呢 我們轉用斜刀 但是今次我們將斜刀 作為刮刀用 於是呢 就將工具架 稍為調高一點 使用刮刀所不同的 就是刀柄不是向下 而是向上 而刮削刀的效果 就自然比切削更幼細和平滑 只要刀架和刀具配合好 還可以切割出不同的形狀 刮削完之後 更想漂亮一點 就要過沙子了 但是緊記不可以在上面過 因為車頭的旋轉 會推開你的沙子 構成危險 我們落沙子 一定要在下面 這樣打磨呢 就萬無一失了 用完粗砂 再轉用幼砂 打磨完之後 我們還可以加一些 重膠漆 和力架 整件東西就會漂亮 完成之後 就要利用刀 將弓箭切割出來 其實刀也是一把刮刀 只不過它比較窄身 不會虛耗太多的木料 但在刀的過程裡 由於越來越接近圓心 而切割的圓周 越來越細 所以這樣到 推刀越來越吃力 是正常的 而因為摩擦力 切割的表面 也會燒焦了一些 這樣是正常的 弓箭切割出來 用沙子機稍微磨一磨底 用一顆木製的棋子 就完成了 雖然我今天處身 都不是一個標準 設計科技工廠 但其實這裡的位置 以前都是一個工廠的 預備室 只要電力是足夠 老師是接受訓練 安全措施的話 其實有些小型機器 都可以教學生的操作 像我今天這樣 教大家用一部小型的車床 就用一顆木製紙 好像沒什麼用途 起碼都可以用來玩大背動 但只要有大塊的木製紙 更漂亮的木製紙 這部車床雖然這麼小 也一樣可以處理 所以今天先開始教大家 認識這部車床 將來有機會 卡路斯一定會用這部車床 又或者有機會 當我再接觸大部的木製紙 有一定用漂亮的木製紙 粗的木製紙 去做一些更實用的木製紙 我是卡路斯喜鳳的影片 請關注點讚和轉發 下次再見 拜拜